朋友们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广州 这里位置是珠江新城的八城广场啊 现在时间是12月31日 2020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跨年情况 人流情况 到底怎么样 一般像我每年都会 重要节日都会来这里啊 比如说国庆节 五余劳动节都会来看一下这里的 这边是珠江金融中心 然后这边是周大福金融中心 这边是河景泰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后面是广州的小蛮腰 感觉今天来这里的人不是很多啊 像往年的话都是非常多人来这里跨年的 但是感觉好像今年好像没有什么跨年活动也 而且前面也是封闭啊 海兴沙的 亚印公园 我们过去看一看 他现在已经周围是全部封闭起来了 而且最近这几天啊 广州是超级超级冷啊 是这几年最冷的几天 晚上的温度是降到三度到五度啊 所以说大家来 外出晚上来这里的时候最好是要穿上厚衣服啊 风大 风超大的 今天应该好像是没有什么跨年活动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啊 所以说不搞什么活动 现在整个亚印公园都是封闭了 该问了一下宝安 他们说是要晚上10点钟之后才会开放啊 估计等一下是要搞什么灯光还是烟花吧 不知道 但是今天来这里的人是非常的少啊 那边是广东的 博物馆红红那边啊 给大家完整的走鱼圈整个广场 看一下这边的来这里跨年的人多不多 像 前年2018年还有2017年来这里的时候 那时候是超多人的 那因为那时候有事有 跨年活动嘛 哇 看到那边没有 广州农村商业营行 上面那个顶啊 好漂亮啊 有点像 外太空来的飞船 这边也围起来 不知道是干什么 一般像中药节日 这里就会搞一个什么花坛之类的 但是今年没有 整个广场都没有看出什么新年的 气息啊 实在是太少人了 还有因为疫情 今年是疫情的 希望快快结束把新的一年开始了 完全没有平常周六周日的很多啊 周六周日的人都会比今天还多 这边是广州大剧院 创新银行都说 周江新城是全国最漂亮的CBD啊 但是我感觉还好吧 要是大家去过深圳 看看就知道 那边 基本上每个区都能秒杀这里啊 感觉周江新城是 除了这个周大福金融中心之外 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太 有惊喜的 是不是 像罗湖啊 福田啊 以及南山啊 前海啊 深圳湾 后海那边 基本上每去到一个地方 虽然他可能没有 广州这个什么 周大福金融中心 一栋那么高大楼啊 但是他比较平均嘛 基本上深圳的每个区 的CBD都比这里漂亮 而且那边的楼层比较密集 大家认为呢 不过整个广场倒是挺大了 珠江新城的广场 深圳是因为地方太小了嘛 折腾不出来一块这么大的地 给你搞一个像花城广场之类的是不是 像往年这里都会围棺起来 就是围囊起来 但是今年没有啊 国庆节 那个时候我也到过这里啊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围囊起来了 但是现在不会 估计地 是太冷了 第二是因为疫情了 所以说不搞活动 但是后面的创新银行那边已经是有搞了 霓虹灯的灯光 比较内透型啊 就这样星辰 他从外表看的话可能没有上海的那么震撼 但是走进里面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2020年的最后一天了 给大家走一圈吧 那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1年疫情结束